老人突发疾病住院 街道办事处关键时刻帮忙垫付医药费 另一男子建议永违时受伤 所花的医疗费希望被救者一起承担 两起案例最终都通过诉讼维权 结局将会如何 情急下的救助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9年3月的一天下午 某公司的主管王军 刚刚结束了会议 回到办公室 可让王军没想到的是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打过来了 这时候王军不耐烦了 王军有点生气 接通电话就吼了一句 我妈早死了 不要再打电话了 说完干脆把来电号码拉入了黑名单 本以为本以为这是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 但没想到的事 就先让医院抢救病人 就先让医院抢救病人 并垫付了所有的费用 王军冷静 王军冷静的说 他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你们不用找我 我是不会管的 听完王军的话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感到不可思议 这哪儿像亲儿子说的话呀 那么王军为什么对母亲如此冷漠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在王军八岁那年 母亲有一天突然不告而别 他跑去问父亲 父亲却说 你母亲不要我们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母亲突然间离开 对于王军来说 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 王军怎么也想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这么狠心 就抛下自己不管 就在母亲走后一年 王军的父亲不幸因车祸 也去世了 王军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 被寄养在了爷爷奶奶家 虽然爷爷奶奶也很疼他 但毕竟是没爹没妈的孩子 王军感到非常地自卑 后来王军从邻居口中隐约得知 母亲当初是跟别人去结婚 所以才不要他 从那以后 对母亲的思念慢慢转变成怨恨 他觉得自己遭受的不幸 都是母亲带来的 母亲如果不离家出走 父亲就不会车祸去世 自己也就不会成为孤儿 打这以后 王军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好在王军学习成绩比较好 顺利考上了大学 毕业之后由于工作努力 现在成了一家企业的主管 也算是有了一点点的成绩 而在生活中呢 王军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如今妻子已经怀孕 再过一个星期 自己就要当爸爸了 王军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失踪多年的母亲 却突然冒了出来 而且还带来了生病住院 欠下的债务 王军告诉工作人员 自己很小的时候 就被母亲抛弃 母亲当年没有尽到 抚养她的义务 所以现在她也不会去管母亲 看到王军对母亲的态度 如此决绝 接到办的工作人员 也没有办法 只好先离开了 王军虽然拒绝了 接到办的工作人员 但毕竟血浓于水 多年失踪的母亲 终于有了消息 而且还生病了 王军真的能狠心不管吗 回到家后 妻子发现王军情绪不太对 就问她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王军就把关于母亲的事情 告诉了妻子 妻子听后 感到很震惊 过了好一会儿 妻子摸了摸隆起的小夫说 不管怎么说 她总是你的妈妈 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呀 王军自然明白妻子的意思 自从妻子怀孕后 小两口全部的心思 都在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 早早地买好了小衣服 小奶瓶 准备了小床 还有各式各样的小玩具 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给孩子 这种为人父母的心情 其实是相通的 那将心比心 自己的母亲对待自己 也应该是同样的心情吧 可事实上 母亲却因为要宁嫁他人 而抛弃了自己 王军始终耿耿于怀 他觉得 如果现在就这么轻易地认了母亲 那这么多年来 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和痛苦 就白受了 他觉得 母亲也该受点痛苦 受到惩罚 想到这儿 王军告诉妻子 自己会好好考虑的 叫她不要担心 不久后 儿子顺利出生了 一天 看着熟睡的妻儿 王军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 再也没有什么 比跟亲人在一起 更重要的事情了 此情此景 突然触动了王军 生病的母亲 现在孤身一人 不正需要亲人照顾吗 就在王军的内心 开始松动 打算去接受母亲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 这天 王军刚上班 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是街道办事处 把王军告上了法庭 要求王军返还其垫付的 医疗费 护理费等 共四万余元 王军觉得奇怪 街道办是自愿垫付了医药费 自己事前并没有委托 事后也没有追认 而且垫付的费用 也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这街道办凭什么告自己呢 那么街道办请求返还 垫付费用的主张 是否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无因管理人必要费用求偿请求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121条的规定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 而进行管理的人 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 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简单而言就是 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帮助别人 而支付了费用 那么是可以让接受帮助的人 进行相应的补偿 民法典第979条 对此也有相似的规定 管理人没有法定的 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 而管理他人事务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 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 给予适当补偿 本案中 街道办事处 为了避免王军母亲病情恶化 将他送去了医院 按照法律的规定 王军的母亲就属于直接受益人 街道办事处 有权请求他偿还 由此支付的必要费用 但由于王军母亲生病后 生活不能自理 且没有生活来源 作为儿子 王军对母亲具有赡养义务 街道代为照顾母亲 并支付了医药费 王军也属于间接的受益人 应当支付街道办事处必要的费用 庭审中 法官也对王军进行了教育 虽然王军母亲 因为令驾他人 而没有抚养王军 但王军并不因此就可以逃避 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 看到王军母亲生病 都会主动施以援手 那作为亲生儿子的王军 又怎么能对母亲漠视呢 最后 法院判决王军 返还街道办 垫付的医药费 共四万余元 庭审结束后 王军按照判决书的要求 向街道办事处支付了 为母亲治病垫付的各项费用 并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街道办工作人员 看到王军有悔改之意 趁机劝他去看望母亲 说他的母亲一生很不容易 原来母亲当年改嫁后 生活过得并不好 后来也一直没有孩子 几年前 丈夫去世 就剩下他孤苦一人 因为心怀愧疚 母亲一直没敢来找王军 只是通过亲戚打听他的情况 这一次生病 老人家的身体更差了 想念儿子的心情也更迫切 他非常希望王军能去看看他 妻子也劝王军放下内心的芥蒂 毕竟这么多年骨肉分离 已经是很痛苦的事 如今有机会能跟母亲重聚 应当要珍惜呀 在妻子的劝说下 王军终于想通了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 终于来见到了母亲 当王军哽咽着叫了一声妈时 老人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他流下了眼泪 在泪水里 有感动 有欣慰 更多的是愧疚 本案中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 出于好心 做了好事 帮他人垫付了相关的费用 最终 这些费用全部被依法追回 那在接下来的案件中 好心人在做好事的过程里 受了伤 住了院 并因此又花费了不少的费用 那这个费用 应该由谁来存担呢 请看第二个案件 小伙建议勇为救助邻居陈大爷 自己却意外受伤 但就在胡小鹏落地的那一刻 他突然感到右脚一阵剧痛 瘫坐在地上 胡小鹏的右脚被诊断为 大面积思多性骨折 需要住院治疗 小伙花费了医药费 本想找陈大爷承担一部分 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陈大爷前一天晚上 突发老一雪 去世了 小伙找到陈大爷的儿子 陈大爷儿子认为 小伙受伤是他本人不小心所致 因此拒绝承担医药费 那么陈大爷儿子 是否应该支付受伤小伙 的医疗费呢 请极下的救助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019年一个周末 司机胡小鹏这天刚好休息 他吃过午饭 打算到外面走一走 可刚走出家门 经过邻居陈大爷家的屋后 就听到好像有人在喊救命 胡小鹏 胡小鹏仔细一听 好像是陈大爷的声音 陈大爷已经连过八旬 唯一的儿子平时不在家里住 家里呢只有瘫痪的老伴和一个保姆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胡小鹏赶紧加快脚步 往陈大爷家门口奔去 到了陈大爷家 保姆打开了门 胡小鹏问 我听到有人在天井护救 好像是你们家传来的 保姆正在给陈大爷的老伴喂饭 听后惊了一下 说道 哎呀 糟糕 陈大爷说今晚要吃腊肉 他应该是去天井取腊肉了 胡小鹏一听 赶紧往陈大爷的房间跑去 因为只有陈大爷的房间 才可以通向天井 可是门不知怎么地被封关上了 要是在陈大爷身上 胡小鹏试了好几次 怎么拽都拽不开 没办法 胡小鹏只好绕到 陈大爷老伴的房间 通过窗户查看天井的具体情况 只见陈大爷正猫着腰 双手抓住一架老式的梯子 而靠近梯子下方的木条 已经踩断了 陈大爷的脚 够不着最下面的那个木条 如果要下到地面 只能从梯子上跳下来 而这对于已经八十多岁 并且腿脚不好的陈大爷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陈大爷整个人趴在梯子上 时间一久 他也站不住了 挂在梯子上 颤颤巍巍的 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胡小鹏冲着陈大爷喊道 陈大爷 您怎么样了 陈大爷听到有人来了 激动地说 哎呀 我上来取腊肉 刚一放脚准备下来 这个木条就断了 我 我现在下不来了呀 胡小鹏一边安慰陈大爷 不要动 也别着急 情急之下 胡小鹏赶紧拨打110报警电话 进行求助 可是警察到这里需要一些时间 陈大爷本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长时间站在那么高的梯子上 会体力不支 随时可能出现危险 胡小鹏这下也被难住了 他该怎么办呢 突然 胡小鹏想到 可以从外面的围墙翻过去 跳进天井来救人 于是 他马上绕到了天井外的围墙 这围墙啊 有两米多高 胡小鹏借着围墙边的一棵树 几步就翻上了围墙 而这时 胡小鹏看到陈大爷的脸色 更加惨斑 他怕陈大爷坚持不住 便立刻跳了下去 但就在胡小鹏落地的那一刻 他突然感到右脚一阵剧痛 但他顾不了这么多 忍着疼痛 上前将陈大爷扶下了梯子 自己一下子再也坚持不住 瘫坐在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 警察终于赶到了陈大爷家 打开了上了锁的门 并把胡小鹏送往了医院 胡小鹏的右脚被诊断为 大面积丝多性骨折 需要住院治疗 因为胡小鹏是单身一人 在外打工 而且这次受伤 也是坚毅勇为 局委会特意安排了志愿者 轮流在医院照顾他 但不知为什么 陈大爷的家人 却始终没有来探望 同屋的病友 知道了胡小鹏受伤的情况 都说陈大爷家的人不厚道 胡小鹏为救陈大爷受了伤 他们家非但没有道谢 连来医院看望都没有 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最起码应该叫他们出医药费 胡小鹏听了这些 也只是笑笑 并没有说什么 两个月后 胡小鹏可以出院了 但是住院期间 胡小鹏的医药费 花费了好几万元 这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 胡小鹏本想等出院后 去找陈大爷谈一下 让他帮忙解决一部分医药费 没成想 街道志愿者却给胡小鹏 带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说陈大爷前一天晚上 突发老一血去世了 胡小鹏没想到 虽然自己救了陈大爷 但最后陈大爷还是因病去世 他的心里感到很不适滋味 临床的病友听后 便提醒胡小鹏说 这老人家去世了 你可以找家属要补偿的 反正负债子还嘛 你看看他们一家人 都不管你的死活 胡小鹏听后 仍然没有说什么 一周后 胡小鹏总算可以出院了 但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要完全恢复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和保养 而且医生也说了 至少半年不能开车 胡小鹏是开出租的 这样一来 他一下子就断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后期的恢复治疗 还需要一笔费用 胡小鹏顿时被无形的压力 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这时胡小鹏想 如果陈大爷家 能够承担一部分医药费 那自己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毕竟自己受伤 也是因为要救陈大爷 拿定主意后 胡小鹏就打算去找陈大爷的家属 胡小鹏来到了陈大爷家 刚好陈大爷的儿子也在家 听到胡小鹏说明来意 陈大爷的儿子撇了别嘴说 我们也很感谢你的好心 但你当初其实大可不必那么着急 我父亲下不了梯子 可以等警察来吗 而且警察后来也来了 胡小鹏一听 陈大爷儿子的言下之意 竟然是觉得自己是多此一举 他感到十分的气愤 起身离开了陈大爷家 胡小鹏越想越生气 本来他还打算 如果陈大爷的家人 实在不愿给医药费 那也就算了 原本他帮忙做好事 也不是图回报 受伤是意外 自己就自认倒霉吧 可让胡小鹏没想到的是 陈大爷的儿子不但不领情 反而认为胡小鹏受伤是自找的 胡小鹏实在是厌不下这口气 在律师的建议下 胡小鹏做了伤残鉴定 之后胡小鹏一旨诉状 将陈大爷的儿子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承担部分医药费 和伤残赔偿金 庭审中 陈大爷的儿子仍然坚持认为 这胡小鹏是自己主动帮忙 他受伤也是因为自己不小心 所以医药费应该由他自己承担 如果非要找 那只能去找去世的陈大爷要了 做了好事 却被当作多管闲事 胡小鹏虽然因为救人 受到了居委会的表扬 却始终得不到陈大爷家人的认可 最后双方闹上法庭 这事儿一下子在街坊里传开了 大家都议论纷纷 在开庭这一天 很多邻居也自发地来到了法院 听到陈大爷儿子说得那么理直气壮的 旁听席上顿时就议论开了 邻居们都说他太不厚道了 做人应当要知恩图报啊 那么陈大爷儿子的说法 是否能够成立呢 胡小鹏是否能够拿回医药费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无因管理人的损害赔偿救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183条的规定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 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也就是说如果为了保护别人 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那么是可以请求这个被保护的人 尽情适当补偿 民法典第979条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胡小鹏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陈大爷受伤实施了施救行为 构成无音管理 胡小鹏提供的居委会表扬信 和民警的接警记录内容 都能够证明胡小鹏的救助行为 胡小鹏因救助陈大爷受伤 陈大爷作为受益人 应当对胡小鹏进行适当的补偿 现在陈大爷已经去世 而陈大爷的法定继承人 应当在继承的范围内 对胡小鹏的损失进行补偿 最后法院判决陈大爷的儿子 在遗产范围内补偿胡小鹏 医疗费残结赔偿金等 共十万元 庭审结束时 法官对陈大爷的儿子也进行了教育 同时周围邻居们的指责 也让他感到抬不起头来 再加上陈大爷老伴的一再劝说 陈大爷的儿子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自私和狭隘 主动履行了法院判决 还买了补品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对我来自私和狭隘 是什么 我来自私和狭隘 这些人终于我没关系 你自己的家人 我来自私和狭隘 带路人 会一切 我来自私 那时呢 我来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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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